五月天阿信法国回应离婚说 任生命中有重要的女孩五月天二日带着人生无限公司巡演 首度工上法国指标殿堂Achor Hotels Arena 最终在巴黎歌迷二度安可夏 全场齐唱《倔强》中画下句点 演唱会尾声 阿信突然提及 先前新闻上大家说我结婚了 他接着说 干我屁事 不过他也感性地说 在我的生命中 真的有个很重要的女孩 其实我想 我从来没有陪她走在巴黎的街头 从来没有陪她看过巴黎铁塔 我好像一直忙着写歌 她现在在现场 而这位女孩就是陈妈妈 她感谢妈妈对儿子忙于工作的体谅 你总是在问我每次忙什么 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等着我们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体谅儿子 谢谢你们 谢谢陈妈妈 演唱会上 石头说 今天来到这场地 彩排时担心很大 担心今晚没人来 但看到你们 满满的人 真的很谢谢大家 让五月天今天晚上这么的美好 马莎更特地学了一句巴黎晚安法文 跟巴黎社员打招呼 并说 今天是元宵节 习俗上说有好事情发生 今年运气会很好 很开心大家一起来过元宵节 希望大家玩得很开心 一整年运气都很好 关佑则表示 因为时差的关系 头有点昏 因此会唱很多歌 请巴黎社员准备于五月天加班 近日航流侵袭欧洲 让早先到法国准备的五月天 阿信也在脸书发文寒冷 巴黎比想象中更添X的冷 抵达巴黎 大家都这么说 在每个城市场景转换的时候 我们总是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演唱会当天 气温回温 五月天一连演唱派对动物 最好的一天 让全场歌迷跟着跳动暖身 气氛嗨到沸鹏 阿信说 前二天很冷 五月天心里不冷 因为看到大家 在今天这个重要节日 跟大家团聚奥斯卡即将揭晓 五大看点爆你之 2018第九十届奥斯卡奖 落谁家第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将于明天登场 两大高水准强骗水底情深和意外鸡蛋厮杀 谁能最终爆走奥斯卡最大奖最佳影片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以下是法新社整理的奥斯卡五大精彩看点 信封门班错奖闹剧会再重演吗 这可能是奥斯卡史上最尴尬的一刻 不过连装担任主持人的吉米金模 Jimmy Kimmel 可不会放过挖洞给自己跳 拿信封门球是自我介潮 博得全场笑声的大好机会 上届奥斯卡担任最佳影片颁奖人的老牌影星华伦比提 Worren Beatty和费唐纳威 费Dunaway 从负责借票的会计公司资成国际有限公司 Price Autophouse Coopers 手中拿到错误的得奖类别信封 最初最佳影片宣布搬给《越来越爱你》 La La Land 随即发现出错 真正得奖影片是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Moonlight 堪称奥斯卡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乌龙 最佳影片竞争激烈 胜负难分墨西哥导演吉勒摩戴托罗 Guillermo del Toro 的奇幻爱情电影《水底情深》 The Shape of Water 或十三项提名 独占凹头 来势汹汹的对手意外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则有七项提名 马丁麦多娜 Martin M.C. Donat 指导的意外原本被看好夺奖 但对种族议题的处理受到批评 如今在风波平息下来后 在角逐小金人上后世看窍 根据得奖预测网站 Gold the Bee 意外赔率为十赔十三 水底情深赔率为一赔二 不过每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总有一些黑马窜出 也别忘了逃出绝命阵 Get Out 淑女鸟 Lady Bird 和敦克尔克大行动 Dunk Work 我也是 Me Too 和时间到了 Time Suck 反性骚扰运动 反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的运动 我也是和时间到了 成了今年颁奖季的主轴 不仅激发出许多身具渲染力的演讲 众影星也在金球奖和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 Buffer Awards 穿黑衣响应号召 在红地盘掀起一阵黑旋风 尽管没有正式宣告 有些女星已表示会再度穿黑衣走红地盘 为我也是运动发声 E 新闻 E News 颁奖典礼红毯固定主持人莱恩·希克·雷斯特 Ryan C. Christ 前造型师指控性骚扰后面临反弹声浪 但E 新闻选择支持他 且说他依旧会在红毯上访问明星 奥斯卡强调多元性你找 Mood Bond 导演兼编剧迪瑞斯 D.Maze 是首位入围最佳改编剧本的非裔女性 同剧的摄影师莫里森 Rachel Morrison 则是奥斯卡迎时首位入围最佳摄影奖的女性 你找还写下另一个第一记录 就是灵魂歌姬玛丽布莱基 Mary J. Light 是以同部作品同时入围演技奖项和最佳原创歌曲奖的第一人 跨性别男导演 阳斯福特 Yance Ford 以纪录片坚强之导 Strong Island 成为首位或奥斯卡提名的公开跨性别导演 淑女鸟导演格丽塔杰威 Krita J. 是奥斯卡史上仅第五位入围最佳导演的女性 这也是她评指导出女作品首度或奥斯卡提名 考验主持人公立喜剧明星 深夜节目主持人吉米金摩将连续第二度主持奥斯卡 她要如何再搞笑 但又不踩到我也是受害者的低雷之间拿捏平衡 成为评论家解释的重点 在非运动赛事的转播中 奥斯卡颁奖典礼通常是美国每年的收视冠军 要如何在性侵丑闻笼罩得一年 在三个多小时的节目中维持轻松愉快的气氛 也将是个严峻的挑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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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